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呢 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这个P2P 数据类型转换的一个 隐式转换或者说自动转换 那接着来看下一个 就是我们的强制转换 或者叫做显示转换 首先呢我们这个强制转换中 分为两种 来看一下 第一种就是临时转换 或者叫做显示转换 主要分为第一种 临时转换和永久转换 和永久转换 在临时转换中呢 首先可以通过第一种形式来实现 就是小括号的形式 临时转换成整形 我们可以通过Anti 都是这样的形式 或者是Intengue 临时转换成整形 再往下再来看 临时转换成 浮点类型 可以通过Float 或者是Double 或者是Real 临时转换成浮点类型 第三个临时转换成布尔类型 可以通过括号的 布尔 或者你可以实验一下 能不能通过它的缩写的形式 我们可以来尝试 写上一个布尔类型 再往下呢 还可以转换成 自布尔类型 自布尔类型 可以通过括号的Stream 自布尔类型 接着呢 也可以转换成空 可以通过 按SET的形式 转换成一个空 还可以来转换成数组 括号 Array的形式 转换成数组 还可以转换成对象 但是记住 不可以转换成资源 括号 Object 转换成一个对象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实验一下 这种小括号的形式 来临时转换一个 变量的类型 那临时转换呢 其实是没有真正 改变这个变量的类型的 来一个Test Bar 可以在这写一个 Dollars变量 Wa等一个 1 2 12 这是一个整形 那接着我把它临时 转换成浮点类型 可以通过 把它搭配一下 括号 Float的Dollars 一起来打印多个 Double的Dollars 还可以是 Real的Dollars 你看到 都是把这个小括号 类型放到变量以前 来实现我们的临时转换 那接着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Test Bar 会看到三个 Float的12 证明可以 那再把它临时转换成 ZipTor类型 写上一个 逗号 String的 Dollars Wa 再把它转换成 布尔类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Dollars Wa 包括布尔的全程 Dollars Wa 试验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String的12 布尔的处 布尔的处 没问题 都可以 那再把它转换成空 在下面来写 再打印一下 Echo一个 Wa Dump一下 写成一个 Unset的 Dollars Wa 再把它转换成一个数组 Aread Aread Dollars 还有一个对象的 Object Dollars 这是临时转换 再来看一下 你看到一个Null 一个数组 一个对象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接着你看到 这是转换成 其他类型 还有一个整形 我们没有实验 再来实验一下 写成一个 Dollars String 等于一个 3Kin 那现在用它 转换成整形的话 你来看 Wa Dump一下 可以通过 Anti的 Dollars String Anti的 Integer的 Dollars String 把它们临时 转换成整形 整形的3 同样的 记住我们的规则 字符串 转换成整形的时候 是不是取合法部分 对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实验一下 那几种转换成 Ball 类型的False 看看可不可以 写成一个 String的 空字符串 转换成布尔类型的时候 应该转换成布尔类型的 False Dollars String 这时候 你看到的就是一个 布尔的False 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的临时转换 通过这种小括号的形式 那接着还可以通过第二种形式 通过函数的形式 来看一下 通过函数的形式呢 我们可以通过 转换成整形的时候 通过函数的形式 实现临时转换 我们再来一个 选项卡 通过函数形式 实现临时转换 把它粘过来 换一下位置 这两个 永久转换放到下面 好 那通过函数呢 可以通过几个函数 第一个 临时转换成整形的时候 可以通过 Interval 临时转换成整形 将一个变量 返回变量 临时转换成整形之后的值 这是通过Interval 返回临时 返回变量的 整数部分 整形的值 那接着你看到 是通过Int 加上一个Value的形式 同样的转换成布尔类型 浮点类型 我们可以通过 Floatval Dollar 或者通过Double 这两个可以 没有Real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返回 转换成 浮点类型的值 接着 ZipTrad也有 可以通过 Stream StR Dollar 返回 转换成 ZipTrad的值 再往下 还有一个 布尔类型 可以通过 布尔沃 Dollar ZipTrad 返回 转换成 布尔的值 接着我们来实验一下 这四个函数 比较简单 你看到 都是相当的类型 拼上一个Value的形式 Value的缩写 通过函数的形式 实现临时转换 首先定一个 Dollar 的一个处 接着将它临时 转换成整形 我们可以 Echo一个 Interval Dollar 这时候呢 会转换成整形的 1 你看到一个1 那将它转换成 浮点类型的 同样的 也可以 Echo一个 FloatValue Do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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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 DoubleValue Dollar 这样的形式 你会看到 浮点类型的 两个1 两个1 这样的形式 你可以加一个 Dollar 来一个换行 接着再将它 转换成 自负串 类型 Echo一个 StRValue Dollar Dollar 次负串的 E 又多了一个 E 最后呢 它现在是 布尔类型 就不用转换成 布尔类型了 还有需要注意 转换成布尔类型的时候 这个布尔物 你来试验一下 写上一个Dollar 等一个 Tro 等一个Foce也行 看到这是一个 次负串 那这个次负串中 只要有值 并且不是空次负串的话 它转换成 布尔类型的时候 应该是布尔类型的 帧 你可以Echo一个 布尔沃 Dollar 但是这个函数 要求是 PARP版本 大于5.5.0 才可以 你看到 当使用这个词的时候 报了这样一个 致命的错误 告诉你 调用了一个 未定义的方法 布尔沃 对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手册 真实的是有这个 布尔沃 你看到 要求是 PARP版本 大于5.5.0 才可以 在这写一个注意 要求 PARP版本 大于5.5.0 才可以使用这个函数 这是通过函数的形式 来实现的 临时转换的 一种形式 那接着你看到 当我再来打印 这个变量类型的时候 它是没有变化的 它还是布尔类型的FALSE 或者在这来打印它 还是布尔类型的TW Dollar 并没有改变 这个变量本身的类型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永久转换 和它正好相反 它会来改变 这个变量的类型 那接着在永久转换中 比较简单 就会用到一个SIDE SIDE TYPE的函数 SIDE TYPE 设置类型 那首先呢 作用就是 设置变量的类型 那现在应该告诉我 设置哪个变量 把它设置成什么类型 才可以 所以说你根据 这个函数的作用呢 也能看出来 需要穿哪两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变量 将其设置成什么类型 那再往下 记住 一般在我们的PWP中 有SIDE的时候 相对应的 就会有GET这个函数 GET TYPE 得到变量的类型 所以说大家在记这些函数的时候 要掌握规律 GET TYPE 得到变量的类型 那首先 现在又多了一种 得到变量的类型了 我们可以通过GET TYPE 来看一下 TESTE 9 接着来看 Dollar 48等一个 123 现在我想得到变量的类型 第一种可以挖大码一下 Dollar 你会看到变量的详细信息 那第二种呢 我还可以通过GET TYPE 得到一下变量的类型 接着你来输出一下 ECHO一下 你会看到 两种形式都可以得到 这是一个整形 那再来试验一下其他的 写生一个 ECHO一个 GET TYPE的Dollar A B C D E F 就这样一堆的一个变量 那首先有这个变量吗 没有 它的类型为什么呀 NOT 你看到 是一个空 这样一个形式 但是在这儿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手册 GET TYPE 获取变量的类型 首先在这块 有一个这样的WARNING 不要使用这种形式 来测试某种类型 因为其返回的Supporture 可能在未来的版本中 需要改变 因此呢 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形式 来检测变量 是否是某种类型 就可以通过一堆 A字下滑线的函数 来检测 这是来得到变量的类型 我就不一一带着大家来测试了 那接着再来试验一下 可以得到 我们也可以来设置变量的类型 其实就可以实现 我们的永久转换 首先在这写生一个 $1等一个1 一个整形的1 把它变成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SedType 相当于给这个变量 做了一个手术 那手术的结果呢 只能是成功或者失败 同样的 这个SedType这个函数呢 它的返回值 要么是为真 要么是为假 如果设置成功的话 它会返回为真 那首先设置成什么类型 这个类型呢 肯定是我们P2P中 支持的数据类型 像我们说过的那几种 八种主要数据类型 我把它设置成一个浮点的 来试验一下 如果升值成功呢 它返回的为真 你再来打印这个变量 类型的时候呢 应该就是一个浮点类型了 好 来看一下 这是float的1 那接着我们再来 再设置一下 SedType一下 $1 现在是一个float 再把它变成一个 ZivTrak Stream 你看到 如果设置成功的话 再来打印一下 这个变量 应该变成一个 ZivTrak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看到 类型中 这个Type 第二个参数 可以有哪些值 我们可以看一下 SedType 可能的值为这些 拿过来 Type可能的值 像boar integer float stream 数组 对象 包括空 这样的几种形式 这是通过 SedType来写的 那当你说 我在这再来写一个 我写成一个SedType $1 把它变成一个team类型 是不是没有这个类型啊 没有这个类型 你再打印 还是原来的 这个ZivTrak 这代表 设置失败了 首先设置失败之后 会报这样一个 warning 这样一个警告 那警告呢 你来看一下 它的信息 warning SedType inValueType 非法的类型 传入了 对吧 没有这个类型 相当于这个手术 失败了 所以说 在打印这个变量 类型的时候呢 还是上面的 这个string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永久转换 通过这个函数 就可以 通过这个函数 比较简单 那接着再往下来 刚才又说到了什么呢 我们想检测 变量是否是某种类型的时候 不用通过 GutType 应该通过一堆 A字下号线的函数 通过一些变量函数库 再来一个 通过 变量函数库 检测 变量 类型 那在这里边呢 就有一堆 A字下号线的函数 比较简单 A字下号线的函数 首先来看一下 检测 是否是一个整形 我们就直接拿例子来看 一会再来写笔记啊 其实呢 这些你都不用去印记啊 直接来检测 直接来写 你就能发现 很简单 Color 来一个红线 首先检测的结果 记住 要么为真 要么为假 那来检测一下 是否是一个整形 可以通过A字 A字 检测一个变量 是否为整形 $1等一个1 接着再来写 同样的可以通过 A字 Integer $1 还可以通过A字 Law 来检测 变量是否为整形 结果为真 会出现三个布尔的处 那第二个 我们再来检测一下 变量是否为 辅典类型 检测 变量是否为 辅典类型 那现在大家应该想到了 $1等一个1.2 挖Dub一下 形成一个 A字 Float的$1 或者是A字 Double的$1 或者是A字 Real的$1 都可以 你会看到 三个 加一个水平分割线 都是布尔类型的 Tru 布尔类型的 Tru 没问题 那再来检测一个 是否是 ZipTry 类型 可以通过 $1 等一个 P 挖Dub一下 IsStream $1 检测是否是 ZipTry 类型 同样的 也会看到 一个Tru 最后再来看一下 是否是布尔类型 $1等一个Fulse 这是典型的布尔类型 OneDump一下 Is 布尔 $1 也是布尔类型 这样的形式 检测是否是布尔类型 检测是否是 自付串 类型 接着这是布尔类型 那再往下还可以检测什么呢 还可以检测是否是一个标量 标量 可以通过 标量呢 就分为我们那几种啊 整形 浮点型 布尔类型 自付串 你可以挖Dub一下 IsScalar 代表标量 那结果应该是一个真 就那四种类型 它的返回之都为真 这样的一个形式 同样的还可以检测什么的 是否是一个数组 通过IsArray $1等一个空数组 即使是空数组的话 它也是数组 IsArray的形式 $1 你看到又是一个真 又出现一个真 那接着还可以检测是否是资源 也可以 你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性 都是A字下跃线 加上变量的类型 数组 检测是否是资源 $1 等于FOpen Test 8.PLP 9.也行 以读的方式来打开 接着来检测一下 What Dub一下 IsResourced $1 这样的效果 也是一个真 你看到又多一个真 接着还可以检测是否是一个对象 可以通过 Is 什么 Object New Std class What Dub一下 Is Object $1 检测一下是否是对象 同样的也是一个处 那接着再来检测最后一个是否为空 Is 消息 Now 检测是否为空 写成一个$1 就等于一个Now 接着直接来挖Dub一下 Is Now 的$1 结果应该是一个真 刷新 又多了一个真 都是为真 那接着最后还可以检测一个很好用的 检测是否为数值型 或者是否串的数值 就可以通过 $1 等于一个 1 这肯定是数值型 挖Dub一下 Is Numeric 检测一个变量是否是一个数值型 或者是一个$1 的数值 你看到这叫做处 那接着把它变成一个ZipChart $1 等于一个1.1 这也是一个数值型 你看到还是处 但当你说我写成一个$1 等于一个3King 这时候它就不代表是一个数值型了 你看到返回的是False 这个函数比较好用 Is Numeric 以后我们会使用到这个函数 所以说大家要记住 在这块就看到了 有这一堆的跟As相关线开始的 这样一个变量还是酷 来检测变量是否是某种类型 把它写一下 检测整形 AsAnt 或者AsInteger 或者是AsLog 来检测一个变量是否为整形 把它补全就可以 检测是否为 整形 接着检测浮点类型的我们可以通过 AsFloat AsFloat AsDouble AsReal DoneSwap 检测是否为浮点类型 第三个检测 第三个检测 检测四伏串的比较简单 AsStream DoneSwap 检测是否为四伏串类型 第四个还有一个布尔类型 可以通过As布尔 检测变量是否为布尔类型 接着还有一个检测是否为标量 可以通过AsScalar DoneSwap 检测变量是否为标量类型 还可以检测什么呢 检测是否是一个空 AsNow 检测是否为空 Now 还有一个检测是否为书组 是否为对象 是否为资源 直接来写AsArray DoneSwap 数组 不管是否是空数组 同样的对象 AsObject DoneSwap 最后资源 AsResource DoneSwap 检测是否为资源 最后还有一个AsNumeric 这个很好用 检测一个变量 是否为数值型 或者是 ZivTor的数值型 这样的一个形式 AsNumeric 记住这些变量函数 检测的结果只会为两个 要么为真 要么为假 这样一个形式 以后呢 想测试变量是否为 某种类型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变量函数库 来测试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 P2P中的 这个数据类型转换 这个隐式转换 包括强制转换这一块 好好地 来练习一下 记住这里面的这些规则 包括这些函数 常用的这些函数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节课呢